你妈妈去买裙子了 你快看 那个阿姨瘦瘦的是你妈妈吗 妈妈 我们别找你的妈妈了 还是找你的家吧 我们家门前有一棵林树和一个水果垫 还有一个泡汤和一个垃圾箱 好 够了 我已经知道你家住在哪了 走 是这儿吗 不是的 不是 大概在那边吧 好像也不是 妈妈找不到了 家也找不到了 别哭 我带你去我的家里好吗 我的小头爸爸本领可大了 他一定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走 我们该往哪走 怎么找不到我的家了 大头哥哥 你的家也找不到 没关系 小头爸爸本领可大了 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他能找到我们吗 对 我们应该在树林里给小头爸爸留下一些记号 我大爷做不懂了 我也累了 大头哥哥 你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 讲故事 从前有三只熊 一只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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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揭导报告 有两名儿童失踪 迅速寻找 完毕 明白了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蓝了 怎么 你也在找孩子吗 你也在找孩子 那咱们快点找吧 我们接到报告说有两个孩子睡在路边 请问你们见过吗 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孩子 那就请上车 大头儿子 蓝了 大头儿子 蓝了 蓝了 这是大头儿子的帽子吗 这是蓝了的玩具 蓝了 大头儿子 小头大帽 蓝了 孩子 可找到你了 这真是两个聪明的孩子 小妹妹呢 她妈妈已经把她接回家了 你可真像个哥哥 我像哥哥了 她的心拍着